現在來進行到講義的第三頁 你會發現低音會打在大鼓的 應該是說低音會落在第一拍 以及第三拍的前半拍跟後半拍 我唸一遍 當然你除了用拇指來打 你也可以用之前的打法 就是把這三隻手指頭 是指中指無名指 或者是包含小指並起來 1&2&3&4&1&2&3&4& 這兩種打法都可以 那我左手是用一樣有一點旋轉的感覺 把高音打在第二拍跟第四拍 1&2&3&4&1&2&3&4& 把剛剛低音的部分 右手跟左手負責的高音 兩個結合在一起 聽起來會變成這樣子 1&2&3&4&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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一次 連續的畫 連續的畫